一期阅读朝鲜王朝十六 大家好,我是姜志恩 跟我一起阅读一期讨论的同学 张元廷同学 大家好,我是张元廷 那我们这门课程透过我们一起讨论 问答阅读的方式来进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阅读朝鲜王朝十六的第一天祭祀吧 我刚刚说朝鲜王朝十六第一天 几年几月几号 1392年7月17号 那太祖十六元年 就是1392年第一天7月17号 有什么样的记录 好,那张同学 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的 17日秉申 太祖即位于寿昌宫 先是4月12日新卯 功浪将信太祖帝 自久与之同盟 遗仗以列 好 17号 当天是秉申日 太祖 李称贵 姓李的地带国王 他朝鲜末起的武将出身的 他登基在寿昌宫 先是前几天 就是这个月 这个月十二日新卯日 功浪 功浪是谁 这是高丽朝最后一代国王 功浪王 但是开创新的王朝的人 不认定这个人 是一个可以值得被认定的一个国王 所以在这里拿掉王这个字 去太祖的自宅 放酒 想要跟他同盟 一仗一列 继续 世宗陪克莲等 白王大妃曰 今王昏暗 君道已失 人心已去 不可为色祭森林主 请废之 遂奉非教 废功浪 世宗是官民 陪克莲是人民 除了他之外 也有很多人 等等的人 跟王大妃讲 目前的国王 不难 目前的国王是哪一位 就是公浪王吧 所以君道已失 人心已去 他不可为色祭森林的主 秦非瑞 所以王大妃 他允许了 他们奉王大妃的命令的方式来被公浪王的王位 四季定 南宁税宇门下坪里正稀起击教 至北权洞时 坐公宣教 公浪俯伏听命约 于本不遇为君 群臣强于一知 于信不明 未安四季 其武武城下之情乌 英气宿航下 税讯于原中 是 市制定 然后南英 是人民 他可能是支持朝鲜开创的 支持李成贵的人士 他跟另外一个正稀起 这个人是当时的官民 马云下坪里 正稀起 他们一起带轿子 这是王大妃的轿子 然后去北圈东 石做公 当时的国王在的地方 应该这边 公浪王在这边 宣教宣布这个教旨 公浪王他听命 然后他解释说 我本来不想当国王的 但是群臣都强迫我登记 我本来不是很聪明的人 他都不懂事迹 所以我怎么能够不违背 城下他们想要做的 然后他流眼泪 然后他离开宫廷到元州 元州现在的张元岛那边 韩半岛的东边 然后呢 百官奉传国喜 至于王大妃殿 述物旧禀裁决 仁臣大妃宣教 以太祖兼入国事 百官奉传 这是国喜国宝 然后放在王大妃那边 因为现在公浪王已经不是国王 所以所有的事情要听王大妃的命令嘛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由王大妃来 盖帐 然后仁臣那天 王大妃宣教宣布说 以太祖任命为建路国事 以为 陪克莲 赵俊与政兆团等这些非常多的官员 那 明鲁利等大小成僚 及贤良其佬 等奉国宝义太祖邸 田业旅相 所以一位当天 陪克莲等这么多的支持李太祖的人 他们 然后在家大小成了 当时当官的人 以及 以前当过高官 但是现在没有官职的人 也都来找李太祖 然后封国宝到李太祖家 然后他都塞满他家里门前 大师县闽开独鼓乐 行于龙舍 依守不掩 隐欲击杀之 殿下约 亦不可杀 立子之 嗯 继续看一下 当时官职大师县的宁开 这个一个人 不太开心 不开心的心情 已经表现出来 然后他的战志不佳 然后不说话 所以支持李太祖的人 他想要击杀 杀掉这个人 但是殿下李太祖吧 殿下说 照我意里来讲 不可以杀掉他 所以他没有杀掉 当天的情况有什么样的 当时他们进来要建议李太祖 李成贵当国王的时候 他们刚好他们亲戚一起来李太祖家 然后太祖跟康贝是他的妇人 刚好要吃水焦饭 可能我们去日式餐厅的时候有茶泡饭嘛 应该代替茶 他们家水的水焦饭 水泡饭吧 这个代表他们刚好要吃的东西不是大餐 而是很扑素的水焦饭而已 刚好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别人这么多人来 所以祝父都很惊恐 然后从北门上去 太祖的态度如何呢 他非常欢迎这个人群 然后想要当国王嘛 不是这样子 他闭门不纳 至晚可怜等排门直怒列停 至宝厅世上 太祖恶惧失措 福里天佑 禅出请门 百官罗拜 几股乌万岁 太祖胜恐 无地自容 继续 他们这样 太祖他不想接受这种建议 然后到晚上 所以到晚上 到了晚上 就陪克里言等支持他的人 他们已经排门 然后直接进来 然后把国保 国西放在厅室上 那太祖的反应呢 太祖完全没有预料 所以惶惧失措 他没办法一个人 出门 所以别人附他 离天佑 附他一起出来 出来以后发现 百官罗拜 然后他们打鼓 扑万岁 太祖的反应呢 继续很 惊恐 然后看起来 他无地自容的样子 克林忍何持劝敬约 国之有军 尚以奉设计 下以安民生而以 高丽自始祖开国 将五百年与之 自公敏王 无子报封 其时全臣用事 欲不及宠 乍以妖身 新敦子余 称公敏王后 窃居王位 十有五年 王室之事 已废 于乃之行暴虐 杀戮无辜 自新军旅 攻打辽东 围攻守畅大义 以为不可犯天子之境 所以他们继续强迫李承贵 让他当国王 他们的说法又如何呢 他们说 这个国家有君主 为什么需要上以奉设计 下以安民生 那高丽朝的目前的 他们对他们的观点来讲 目前高丽朝的 情况如何 他们说 一开始开国 然后到五百年 但是到了公敏王 高丽朝 最后第四代国王 他没有儿子 暴风了 然后他们在这里 主张比较可怕的内容 他们说 当时掌权的城下 他们用事 他们说 他们主张 这是公敏王的后代 然后窃居王位 15年他在月15年 所以王室之事 以负乎 吴王他执政的情况 好不好 不好 之行 暴虐 然后很多杀掉 很无故的人民 然后最不好的是 是他新军律 然后要攻打辽东 辽东 是中国的领土吗 所以他要攻打中国 这个时候 公就是李成贵 李太祖 他主张大义 然后说 不可以侵犯天子之警 是中国 然后把军队调回来 鱼乃自知其罪 广惧辞退 乃有李社 曹敏修等党 与新鱼 欺负 李林 福利 紫仓 王室之事 再废 好 当时 这个吴王 已经知道自己的罪 然后他航空 辞退 离开以后 又支持他的李社 曹敏修他们 要这个吴王的乐府 一起 复利吴王的儿子 的昌王 所以这个朝鲜王朝十路 太祖十路的第一天 记录的人 编撰的人 他要主张吴王跟昌王 不是王室 他们是新屯的后代 所以他们说 在这里王室之事 再以吃而备了 当天 此天以王位命宫之时 而宫千让不拘 推待定昌府院军 全宿国室 宿基指奉设计 抵安森林也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时候 刚好李成贵可以当国王的 但是这个宫 李成贵他千让不拘 然后推待另外一个人 就是定昌府院军的宫让 然后让他掌管国事 这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把设计声明稳定下来 好 昨前心于知恶 众所共知 祈祷礼色 于玄宝等殖民服务 谋吟以赴其位 天壮发露 归免其罪 浅浅祈祷 引夷引出等逃入中朝 望述本国以判 请亲王动天驾兵 将欲扫当本国 之前心无心于 她已经 她的这个罪障 忠受周知 但是她的理事 吴玄宝这种人 他们还不知道 然后他们想要 复回她的王位 这种罪已经都显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也还避免处罚 所以偷偷派他们党的 民意离出等等人 然后逃入中国 然后望述本国 就是这个高利潮 已经被判了 然后请他们说 请亲王动天下病 然后要扫荡 高利 有 这样子的行为 我行其计 则设计将至于秋须 生名义彬云 泯灭云 是可能也 输不可能也 如果这种他们的企图 如果有结果的话 高利潮的设计 生名都已经泯灭了 那如果你可能这种事情 那什么都不可能的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的罪障很明显的 所以建官 然后现司的 有担任建议的官员 都报告他们的罪障 但是 最后有没有被惩罚的 没有 定将军 这是公浪 因为他们是营丫之故 保护他们 反而他处罚的 惩罚的是建管 现在目前情况 是这样子的 犹是奸党物猎中外 亦不畏法 金钟眼在逃 结党而窜 金兆福等在内 不应其变 破乱之心 日生不已 所以这个记录者 编撰者 他们想要表达的 那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们都有罪的人 没有惩罚 也没有反省 然后他们的监党 都宫廷里面也在 外面也在 他们不怕违法的 然后有些人 金钟眼 他们逃 结党 磨乱 金兆福等人 在里面 回应他们 有这种 破乱的 不断的发生 并仓君不顾设计森林之大祭 欲誓时恩 以收人望 苟有伴法者 必皆圆免 取家佐用 书 所谓孤桃主 翠渊首也 以定福利之策言之 则公在于设设计 举意回君言之 则 辙家于 生命 而乃过 听左右 富士之前 必欲 自知 死地 仍有 党职不 而者 一皆 罪之 惨 献得至 忠良 丧弃 正行 运乱 名无所措 其手足 上天 前告 新闻 旅愿 妖孽 蝶座 丁将军 他现在 不顾设计生命 然后 只考虑 世人之间的 恩怨关系 来受到 仁望 所以 如果有 办法的人 他都 原谅他们 更加 拼用他们 所以 这种情况 可以比喻 给苏京 所谓的 不逃主 垂冤寿 这个就是 他为了 逃亡的 罪人的族人 罪人都 聚集到 他的周围 目前的情况 是这样子 那 在这边 在谈 李太祖的 贡献 李太祖 他 定 傅立之 侧眼 这是 什么 他 把 定相军 成为 国王的 这种 他的策略 是 他的 供 在于 设计 他 本来 率领军队 要攻打 辽动 高丽朝朝廷下令 李成贵 让李成贵 来攻打辽动 但是 他 调会军队 回来 所以 这个 调回来的 贡献 贡献 他的恩贵 他的恩贵 家与生命 他一直 过听 左右的 富人 或者 宦官的 参念 然后 想要 听 他们的话 来 把李成贵 也放在 实地 然后 不恶者 他都要 出发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常常说 残念的人得志 但是 中良的人士 都丧气 正行 温暖 老百姓 都无所措 其手足 所以 结果呢 上天 常常 前告 所以 新闻 律变 妖孽 不断的 出现 定昌君 自知 君道 以师 民心已去 不可以为 社稷 森林主 退救 师弟 为 君国之物 自凡 自重 不可一日 而无统 以己 王位 以赴神人 之望 所以 定昌君 他已经知道 他 君道 已经失去了 然后 民心已去 所以 这边 想要表达的是 他不是 这个 被 强迫 让位 而是 自己 觉悟 自己知道 自己的 罪障 然后 为了 设计 生灵 他 没办法 继续当 设计 生灵的 主人 所以 自己 吃退 然后 别人 认为 这种 国家 事情 非常重要 所以 不可以 一日 国王不在 所以 想要 强迫 李成贵 来 当国王 但是 太主的态度如何呢 太主 太主 顾拒之约 自古王者之心 非有天命不可 于是否得 何敢当之 所以不应 太主拒绝了 他说 当国王 一定要有天命 所以 我的这种平德 没办法 当国王 这个地位 大小成僧 贤良 祈劳等 永违不退 劝尽一切 至四日 太主不获以信 受参攻 百官 翻延于 宫门西 但是 很多 当时的 成僧 然后 以前的 成僧 大家都 支持他 然后 不退 一直 劝他 你要 当国王 越来越强 所以 当天 太主 没办法 逃走 只好 去 受参攻 然后 在 百官 都欢迎 他的情况下 他可能 等一下 登基的 太主 下马 不醒 入殿 几位 必欲 作 立营内 受群臣 朝贺 所以 他 非常 谦虚的 态度 来 接受 这个 王位 命六朝 叛书 以上 申殿 未曰 余为首相 由怀 替律 常聚 不克 尽职 其意 今日 乃见 此事 余若平康 匹马 可避 四经 离籍 手足 不能 自用 乃至于此 亲等于 各一乃 心力 以辅良等 所以 他说 下令 六朝 盘术 以上 的 关子 的人 升殿 他说 我以前 当首相 的时候 也很怕 没办法 赶当 但是 完全没有 预料过 今天 发生 今天 这样子的事 如果我 非常健康的话 可能 起码 逃走 避免 这个情况 但是 现在 身体 情况 不佳 所以 只好 接受 这种 大家的 建议 所以 请大家 要 补我的 两得吧 乃教前朝 中外 大小 成了 仍旧 逝世 遂还余底 然后 他 最后 下令说 前朝 高丽朝 的 中外 朝顶 里面 或者地方 大小 关子 的人 仍旧 做事 不用 尽管 所以 然后 他 回家了 那么 思考 一下 我们 刚刚 阅读 朝鲜王朝 十路 第一天的 记录的时候 发现什么 历史记录 是否 是历史 事实本身吗 还是 历史记录 就是 记录者的 观点 来描述 当天的 是而已 然后 在朝鲜王朝 十路 第一天 记事 记录者 想要表达的 意涵 是什么 我们 思考 以下 然后 下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谈这个问题